这绝对是人生中必看的动作电影 时隔25年这部电影终于迎来续集 由动作巨星迈克尔领衔主演 用精湛的演技和拍案叫绝的动作身法 成功赢得观众的赞赏 故事开始于一座荒芜的小镇上 一群恐怖分子正在用电机疗法 拷问被吊起来的人质 老麦就是其中一名人质 他看一旁的美女被垫得神志不轻 急忙出言为户 不想对方却让小弟把他吊起来 然后对他展开电机疗法 眼看老麦已经体力不支 一旁的小弟急忙拉住电疗的人 老麦抓住机会一个引体向上 双腿往前一蹬成功跳脱钩子 自由后的老麦立马展开反击 解决掉屋内的恐怖分子后 老麦立马去解救同伴 谁知躺在地上的恐怖分子不讲武得多 强忍最后一口气 启动桌子上的定时炸弹 更要命的是时间只有十秒钟 根本没有时间拆除炸弹 身负重伤的老麦几人 只能一蹶一拐地跑出屋子 突然间爆炸响起 大量的碎片朝他们袭击而来 爆炸声带来的强烈耳鸣 让老麦瞬间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一场 可爱的女儿和漂亮的妻子 就在她的身边 而梦中的那些事是她所真实经历的 老麦是个退伍兵 不管以前她的生活有多精彩 但现在她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在一家体育馆里当保安 女儿小美激动地喊醒她 想要跟她一起去体育馆了 儿子小黑却毫无兴致 老麦健壮掏出两张球票 表示今晚的球赛可是百年难得一件 小黑健壮立马改口 老麦先将两个孩子安顿好以后 按照惯例开始一天的工作 由于这场球赛非常重要 州长和亿万富翁安娜也到场观赛 为此体育馆的安保系统 需要做到比以往更严格 这时保安队长光头发现 无线电视无法正常工作 于是他打电话叫来维修队 很快维修队赶来 然而他们一伙人下车后 却不收拾工具赶去维修电视 而是掏出武器零件开始组装枪制 这些武器都是最新研制 一支枪里有六发子弹 且只能近距离攻击 并且要想启动手枪 还需要指纹才能扣动扳机 几人将零件全部拆开 然后藏匿在手提箱内 这才顺利躲过警犬的搜查 显然这就是一群恐怖分子 他们先换好保安符 然后将原先的保安击杀 这时带头的恐怖分子阿伟 带着手下来到州长和安娜的房间门口 阿伟直接一枪解决门口的保安 顺利进入房间内部 当着安娜的面直接表示自己要钱 这时州长跳出来表示 美国政府绝不会同意和恐怖分子谈判 这句话顺利惹怒阿伟 她毫不客气地一枪解决州长 这一幕将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瑟瑟发抖 正在这时球赛正式开场 老麦的女儿小美打算先去厕所 不想刚好撞见恐怖分子袭击保安的一位 目睹全过程的小美被吓得愣在原地 还未等她有所反应 就被恐怖分子捂住嘴带走 准备带她去见阿伟 另一边老麦发现小美不见踪影 急忙根据她身上贵宾卡里的跟踪器 拿出平板寻找小美的行动轨迹